好,各位有沒有看到我的畫面? 好比說,我們這個燈照明明就不是黑色的 你看,我們可以知道明明是淡綠色的 可是他看的是黑的 你再翻面,你再翻角度也是黑的 代表他在運算貼圖的時候 他把它貼到反面去了 一個面有正反兩面 正面就是我們上什麼色就看到什麼色 反面就是永遠都是黑色的 所以他現在貼圖,運算貼圖,變成主要冰明體 這時候呢,我們就把它找到我們的edipoly裡面的面 有沒有看到的面 以面來講,先把面點下去 然後把我們的東西整個選起來 選起來就會選到整個的面對不對 好,然後到底下你找一個叫做flipper 這什麼意思?冰明的意思 冰明的意思 這樣子他就翻過來了 就翻過來了 好 你翻到嗎? 好好的 有了有了 實際上是有 因為他是背光 背光,不好意思 背光 好 好 好 那現在呢,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把它選起來 這邊 我把這個先打過去 上 好像有點麻煩 好 OK 因為剛剛呢 為什麼我會這樣 因為剛剛有一個地方不是打勾嗎 打勾有沒有 那一打勾呢 結果呢 我剛剛那一打勾 有選到的就翻面 沒選到的就會是黑面 就一個東西有兩個不一樣的狀態 有正面有反面 那沒關係 先不要管他 等一下我再處理一下 好了 現在呢,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選到其中一條線 選到其中一條線 選到其中一條線 不過呢,選線的時候 麻煩各位還是要注意一下 選的時候啊 好 好 那麼呢 麻煩各位呢 選的時候呢 還是一樣喔 我什麼 翻過來看一下 不太好選 好,有了 現在呢 我們呢,選到一條線 好 選到一條線 這個 選到那個線 Ignore 什麼呢 一個 backflash 還是要打勾 然後你選到一個邊 好 一個邊 按一下 loop 好,一圈了 好,一圈 接下來呢 就按我們剛剛所做的動作 就是這個 trenfer 好 這時候呢 那麼你要多大的 這個R角呢 一樣由你自己來決定 好 由你自己來決定 然后呢这个的话呢也是一样 那这时候呢我们通常建议你 因为呢我发现刚刚在做的时候就有点磁质 代表一些记忆体快被我吃掉了 那么如果这时候你就要稍微的注意一下 我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等一下再做这边的时候 如果发现它动作已经很迟缓了 我就建议你像我像这样子 我可能等一下呢先除完档 我就要重开记忆一下 那么在拉的时候啊 拉的时候呢R角拉进来的时候 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然后这边也这样调整完 然后接下来呢这Open呢你不用打勾 一打勾它会破掉 它会破掉 所以呢你调整完以后按OK就可以了 那我这边肯定要先把它重开记忆一下 那我把萤幕交给各位 这边呢打完R角啊 我们就先这个吊灯就先做到这里